你好 接下来时间是由我为各位去阐述一下Cloud1的商业价值 那么Cloud1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项目 仅仅只需要投资800人民币 依靠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的拓展全球的市场 并且获得被动加永续的收入 连薪可以达到千万 Cloud1这个平台来自欧洲瑞典总部是在西班牙 公司的CEO创办过三家上市公司 Cloud1即将是第四家 Cloud1通过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全球的会员体量已经达到了350万 Cloud1是一个轻资产的一个平台 它整合了全球线上的娱乐消遣行业 Cloud1是全球第一家以会员制的方式 整合线上娱乐行业的平台 并且现在已经对接了全球的顶级的两家公司 一个人是iFago iFago是全球顶级的线上娱乐公司 其下来品牌如Korder成立1980年西甲足球联赛 皇家马德里的官方赞助商 Come on 印度最好的在线的娱乐网站 雷特全球最大的彩片转售的市场领跑者 还有Migster全球最顶级的线上游戏公司 那么Cloud1也在积极的发展全球的市场 那么总部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瑞典斯特格尔摩 贝利宾的马尼拉 均有分公司 在2020年的下半年 在香港也会成立分公司 在2020年的下半年 我们还会在澳门有一个启动大会 那么Cloud1从成立一直秉持着 永续合法的经营理念 我们所有的会员进行一个注册 都会有一个碎片号 在我们的后台依然都可以进行查询 我们所有的会员在后台 你如果说想从后台提现 都要完成KYC 你就是实名认证 那么Cloud1跟中国营联 也是强强合作 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联名的银行卡 凭借此卡可以在全球的130多个国家 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Cloud1在海外的热度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通过海外主要的社交平台 YouTube Facebook 脸书等等 上面可以去查询 那么这三张图片是Cloud1 在全球的住家创业网站 Business for whole上面去查询 Cloud1排在第五位 那么美乐家如新安利 杰斯 美丽凯 等等都是排在Cloud1的后面 Cloud1的网站 它的加密等级 跟中国工商银行 加密等级是一样的 都是A级网站 为什么Cloud1有这样的实力 是因为Cloud1 它有自己独立的IT部门 所有的网站后台的代码 都是自己的反对 自己的一个编写 所以说非常的安全 那么流量为王 粉丝经济的时代 Cloud1 它的商业逻辑 也仅仅体现在这里 那么我们举了三个国内 比较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一个是美团外卖 美团的外卖呢 它是一个APP 它没有在国内 做一家餐饮店 但是呢 它整合了全中国的餐饮行业 千亿的市值 携程旅游也是一样 它整合了全中国旅游 和酒店行业 千亿市值 滴滴打车呢 整合了全中国 私家车 网约车行业 千亿市值 那么Cloud1呢 它却整合了 是全球的 一个线上娱乐的 消遣行业 它一定在这个领域当中 一定是这个行业的 主角兽 巨无霸 那么粉丝变现 永续被动收入 如何而来 Cloud1呢 目前来说 依托于庞大的粉丝数量 现在呢 跟iFago和Migster 进行一个强强的合作 他们签署了利润分配协议 那么每个月利润呢 是五五分账 那么Cloud1呢 是拿到50% 会按照442这样的比例 进行一个分配 Cloud1留下20% 剩下的40%呢 是每个月 以现金形式 分配给我们的领袖 还有40%呢 是按照每一个季度 给持有CE奖励的会员 进行一个分论 那么Cloud1的创始人呢 也同样非常的优秀 Cloud1的老板乔大师 他是25年网络行销经验 15年网络直销经验 业内公认的行销大师 他正在创建的Cloud1 资源整合平台 到目前为止 他的会员料 已经达到了350万 然后呢 他的目标是做到 20个亿的会员体量 那么另外的一位CEO呢 约翰 他同样的非常的优秀 他是瑞典式的 哥尔摩证件交易所 和纳斯达克 纽约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20多家数字公司的 天使投资人 他是畅销书作者 哈佛大学 斯坦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欧洲工商学院 伦敦学院 都邀请他做演讲 并且他被邀请参加 达沃斯新军论坛 被邀请参加瑞典 国家电视团 进行分访 值得一提的是 达沃斯新军论坛 在中国只有一位 被邀请 那就是马云 可以 由此可见 约翰在整个瑞典 或者是西方国家 他的影响力 是不容小觑的 然后呢 Cloud One 他的投资配套 有四个 第一个是99欧元的白卡 和最高级别 2499欧元的太金卡 那么 每一个会员 每一个投资人 他都会得到相应的 在线的一个课程 那么这个是教育包 那么这个教育包 你可以通过后台 链接到线上海外的 付费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会员 都会获得CA1的奖励 那么这个CA1的奖励 99欧元 可以获得100欧元的 CA1的奖励 然后2499欧元 可以获得 3500欧CA1的奖励 然后凭借奖励 享受每一个季度的 一个公司的利润分红 那么我们公司的动态奖金 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快速回门奖 只要你在14天之内 推荐四个伙伴 你就能够快速的回本 例如你邀请四个99欧 也就是800人民币的会员 你可以获得125欧元的 一个回本奖 然后如果说你邀请了 四个2499欧元的投资人 那么你就获得 3000欧元的回本奖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奖项 叫24元奖励 也就俗称的双轨对碰 那么积分是有不清零 级别只升不降 那么这个制度呢 是唯一解决行业内 大箱腿业绩沉淀的模式 我们举个例子 传统的双轨是大区有3000万 你想把这3000万 业绩对方奖拿到 那么你必须小区也要做3000万的业绩 是还是不是 对的 那肯定是 而今天同一个双轨 这样的一个制度当中 你大区有3000万 而今天你只需要小区做1000万 就会把大区3000万业绩 给对方奖全部拿出来 那么这里就会形成 1比1 1比2 1比3 这样的业绩比例的关系 那么我们业绩 形成1比3 那么怎么拿 是以小区业绩的4倍 来进行计算 很简单 比如说小区是1万欧元 那么它直接乘以4 然后乘以小区的比例10% 然后再乘以80% 就可以拿到我们所领导的现金 那么这个是行业唯一 大小公司颠覆认知的一个奖项 非常的棒 这是个模式非常的棒 那么目前来讲 它最高的封定值 可以做到7.5万欧元一周 而且它这个制度 是不会崩盘的制度 我要明确的 跟各位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它的管理奖 是可以拿到五代 那么这里是一个佣金的展示 那么这个左边的这张图片 是海外的一个玩家的 一个对碰奖金后台的截图 它的一个对碰奖金 可以拿到540欧元 还有呢 180欧元 或者是54欧元 或者是18欧元 而右边呢 是我们国内的一位领袖 他做了两个月 仅仅以800人民币启动 他就赚了 将到今天为止 应该赚了10万欧元 那么这里呢 我们讲一下 它静态的一个制度 那么静态的制度呢 公司针对于领导人 它有18个级别 只要你上了级别 级别只升不降 平台浮动的利润的分红 越越有年年拿 那么它分红的来源是 跟合作公司 每月利润分红中的 50%当中的40% 作为现金的分红 那么还有一个奖项呢 就是简化奖金 那么它有20个级别 级别越高呢 那么每个季度 现金分红也就更高 每周领取呢 2.5欧 跟至2250欧 那么如何晋升呢 它是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自己的投资配套 第二个全球公牌的人数 也就是说 当你注册之后 全球又有多少会员 排在你后面 那么还有呢 就是直推人数 那么CE奖励积分呢 现在是价值2欧元 那么你每一周 获得的这些价值2.5欧 或者是2250欧元的 CE积分 你持有的CE积分的数量 那么在每个季度 会因为你的数量 持有的越多 那么你想说的分红也就越多 那么这个奖项呢 也是来自于两点 第一个 你的CE积分呢 是来自于动态 奖金的20%所得 还有呢 就是这个简化奖金 20个级别 每一周所 所分给你的 这样的一个CE积分 那么它的利润来源 也是通过 合作公司利润的50% 当中的40% 进行一个分配 那么说到这里 那么我们已经把 Cloud1的商业价值 基本上最快速的速度 跟各位讲解完毕 如果说你对这个项目 还有什么不清楚 不明白 那么我们私下 再进行一个交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